最近热播的《上时》看似是一部活色生香的美食剧 实则是充满了庙堂斗争和后宫亲扎的女人群像戏 不论是聪慧坚韧的姚子晶 是要改变命运的殷子平 立志成为一代名厨的苏月华 还是在刑事游刃有余的孟子云 都充满了探究的欲望和讨论的热度 但后宫终究是后宫 除了理想和奋斗 还有无法逃避的尔虞我诈和手段比拼 即使是身份尊贵的一国之母张皇后 依然逃不过被算计 差点丢了小命 而她的丈夫朱高赤 除了指责她 怀疑她 没有一点夫妻间的信任和温情 张皇后是个很聪明的女人 在还是太子妃的时候 东宫太子之位摇摇欲坠 汉王在旁虎视眈眈 各种阴谋层出不穷 她依然是太子 最得力的贤内助 不仅与朱棣后妃们友善交好 还能在太子受到刁难时挺身而出 用早逝的婆母招来朱棣的私妻之情 避免太子受到责罚 朱棣曾在百官面前都嘖嘖称道 感叹王妻给太子找了个好妻子 张氏的贤明也有目共睹 即使如此张皇后得了好名声 但挽留不了丈夫的心 朱高赤身为太子时 顾忌永乐帝 还会时不时的到张氏的屋里坐坐 但一旦当了皇帝 不仅侧郭侧妃为贵妃 对其宠爱有加 还因对方的挑唆和陷害 武断自私地指责张皇后 差点害了她的命 诸此行为实在令人心寒 张皇后明明清醒有智慧 为何与朱高赤貌合神离 把自己的婚姻经营得一塌糊涂 究其原因有三点 第一点 张皇后行事太过严苛 尤其是自己丈夫地位不稳时 不顾朱高赤的苦闷和懊恼 高要求的督促丈夫要谨言慎行 朱棣嫌弃朱高赤吃肥 要求她在规定时间内减肥 张氏会一板一眼地 规劝丈夫不容她贪食 虽然张皇后的做法 都是为了朱高赤好 但对方只觉得自己被困顿住了 犹如坐在牢笼里的犯人 张氏则成了看守她的狱卒 令她痛苦而煎熬 不得自由 第二点 张皇后不及郭贵妃会示弱讨好 相较于张皇后的端庄元素 郭贵妃年轻 显得娇媚温柔 小鸟依人 她会奉承 做朱高赤的结语花 柔声细语地为她排解苦闷 小意温柔地奉她为天 给予了朱高赤 身为男人的尊严和满足感 第三点 张皇后虽然是个聪明人 但奈何朱高赤太糊涂 她不懂良药苦口利于病 不懂张氏的付出和贡献 更重要的是 她还有古代男人 大多都会有的自私和传承意识 张皇后被陷害怀孕 苦苦哀求 但她重视子嗣 听从郭贵妃的谗言蛊惑 逼迫张皇后继续服药保胎 丝毫不顾及 张皇后日渐消瘦的面庞 和逐渐绝望的眼神 换言之 朱高赤不在乎张皇后的付出 不在乎她这个人 相比较皇家子嗣 张氏的命要轻得很多 宁愿听信郭贵妃的谎言 也不听张皇后自述 没有怀孕的真相 不得不说 张皇后再有大智慧 面对如此糊涂薄情的男人 婚姻如何能经营得好 两人能够相尽如宾 保留一丝体面 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